比一比牛仔短裤 再换下一件大花旗袍 不管是妈妈小姐还是大男孩 大家的手一刻都没闲过 看上眼的就往购物带领塞 15 16 17还没完 满满一袋全是这位妈妈的战利品 因为这些衣服通通不用钱 还不错啦 大部分就是小朋友都可以穿的话 就很适合我们 是者是者 区长指示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人口 交通的很方便 那因此这次台中市政府宽保局 举办这样的二手一的活动 那么因此我们积极的来配合办理 各式各样的衣服 那秋冬衣服也蛮多 夏天各式各样 年年中总大概有两三千件左右 不离环保及资源回收再利用 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举办二手一物发送活动 在太平区有公所和新品礼办公处一起响应 不管男女上衣 长裤 秋冬外套 可爱童装通通有 让民众各个挑到手软满载而归 节省不少 因为十嘛 然后一啊 对 我觉得一是第二 第二 大开销 大环境不景气 一件衣服便宜的话 也要两三百块 来这里带个四五件就能省下千元开销 难怪几打心算的婆婆妈妈才不会错过呢 记者微婷 台中总到